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电话是吴越打来的 这个女人真的是越来越大胆了 明明说好她联系她的 她却连最基本的规则都不遵守了 没有多想 秦颖川挂掉了电话 按了关机 她心里很生气 但表面却装得云淡风轻 继续跟客户商量 合同签完 秦颖川松了一口气 送走客户 她重新开了手机 短信一条接一条进来 全是吴越发的 她说 你老婆也太狠了 居然到公司来打我 当着那么多人面啊 她骂我狐狸精 我以后还怎么混呢 她说 我的脸被她抓了好几道口子 都要毁容了 她说 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为什么要关机 这个时候 你可别丢下我不管 否则闹得一丝网惑 谁也不好看 秦颖川看得头都大了 还记得刚认识吴越的时候 她是那么温柔可人 善解人意 那时她大学毕业 输简单的马尾 白T恤 牛仔裤 浑身上下都掩饰不住青春的气息 她追的她 说就喜欢她这种成熟的男人 她知道她已经结了婚 却毫不在意 她说她只想陪在她的身边 她说她会很懂事 不会破坏她的家庭 不会破坏她好爸爸 好老公的形象 主动送上门的漂亮姑娘 又不需要负责 大部分男人都无法拒绝 秦颖川也不例外 即使她曾经发誓一辈子 只有圆圈一个女人 即使圆圈在她一无所有时嫁给她 美色当前 什么誓言啊 良心啊 都被抛到了一边 秦颖川就这样上了吴越的贼船 一上去就没能下得来 或者说是不舍得下来 他们说好 秦颖川有机会就去找吴越 她绝对不能联系她 尤其是她在家的时候 她在外人面前 她依旧是体贴顾家的老公 是疼爱孩子的爸爸 这样的日子 秦颖川一过就是好几年 她时常觉得自己没有白活 家里有一个贤惠的妻子 外面还有一个妩媚的情人 所谓的欺人之福 怕也不过如此吧 不过秦颖川挺纳闷的 她和吴越的事一直隐藏得很好 圆圈怎么就知道了呢 并且连吴越在哪里上班都这么的清楚 秦颖川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 她根本没有心思安抚吴越 当前最重要的是如何给圆圈一个交代 秦颖川给吴越回电话 说她在外地 过两天才能回来 她哄了她几句 承诺会补偿她 进门的时候 秦颖川的心情 可以用龚琳娜的忐忑来形容 她猜想圆圈应该会火冒三丈质问她 或者会痛哭流涕让她愧疚 她想了无数种应对的方法 连下跪请求原谅都想到了 出乎意料的是 圆圈非常的平静 她拿出一张医院的报告单 说她怀孕了 希望秦颖川把外面的花花草草处理干净 她可不想大着肚子 还要想着怎么逗小三 秦颖川看着报告单激动得不行 他们的女儿已经十几岁了 她做梦都想有个儿子 圆圈怀孕了 她的梦就有了一半实现的可能 她当即表示 之前是一时糊涂 被外面的女人迷了心窍 以后她一定改过自新 绝不再有半点花花肠子 晚上在床上 秦颖川才抱了一下圆圈 就被她推开了 她说怀孕才一个多月 不能乱来 她吓得赶紧缩回手 黑一笑说 差点忘了 一转头 秦颖川就忘了跟圆圈的保证 吴月温香染玉的身体 她根本没办法拒绝 她想 只要以后更加小心 不让圆圈发现就行了 过了两天 秦颖川找了个机会 买了条项链去哄吴月 见到她 吴月就带着哭腔说 她在公司混不下去了 那么多人都看到她被圆佩骂狐狸精 被圆佩扯着头发打 她说 她的脸到现在还隐隐作痛 怕是要留疤了 秦颖川抱着安慰她 说会介绍她去朋友的公司 这样就不必面对从前的同事 她又夸她天生丽质 皮肤好 肯定不会被抓起家就留疤 然后秦颖川把项链拿出来 替她戴上 她才终于笑了 一场身体声炎过后 吴月搂着秦颖川说 你离婚娶我好不好 秦颖川吓了一跳 你不是说过不会破坏我的家庭吗 吴月撒娇 谁让人家越来越离不开你了呢 我不管 我就是要嫁给你 要天天跟你在一起 吴月这样无理取闹 秦颖川有点生气 但她还是耐着性子跟她说 乖 别闹 圆圈在我一穷二白的时候嫁给我 跟着我吃了不少苦 这些年孩子是她管 我父母也是她操心 所以我才能心无旁骛地在职场打拼 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对不起她了 如果离婚不是更伤她的心吗 你要包我可以给你买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花 但是你要名分我给不了 吴月假装生气 算了我就知道 你说爱我都是骗人的 放心你比我大十几岁 我才不会嫁给你呢 这就对了嘛 你懂事咱们的关系才能长久 秦颖川摸着她的脸说 每次见吴月 秦颖川都比以前更小心 回家之前必定清除掉她所有的痕迹 她对圆圈更加的关心 每天都会打几个电话 血痕问暖 圆圈爱吃的东西 家里从来没有断过 有天晚上躺在床上 圆圈给秦颖川看了个视频 是圆佩打小三的 她搞不懂圆圈 为什么要给她看这个 却也没问出口 视频看到一半就听圆圈说 现在的小色真的是嚣张 抢了别人的老公 不但不觉得羞耻 还敢张牙舞爪的上门逼宫 胡该被打得这么惨 秦颖川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圆圈又说 你长得那个也挺有胆识的呀 居然给我打电话 让我成全你们 是生怕我不知道啊 还是以为我好欺负啊 我现在有点后悔 当初打得轻了 应该像视频里这么狠才过瘾 你说对不对 圆圈说得云淡风轻 秦颖川却输了一身冷汗 她顺着圆圈说 对对对 我当初就是瞎了眼 才会被她诱惑 圆圈关了灯 说不早的睡吧 秦颖川却很久没有睡着 她一直纳闷 圆圈怎么可能知道 吴月的存在 原来竟是吴月自己搞的鬼 她这么做 不就是想破坏 她和圆圈的婚姻吗 第二天 秦颖川怒气冲冲的去质问吴月 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关系 告诉圆圈 吴月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她说 她总不能这样偷偷摸摸下去 她也要为自己的将来考虑 而嫁给秦颖川 就是她能想到最好的未来 既然秦颖川不敢跟圆圈挑明 那么就由她来好了 吴月还说 她已经知道秦颖川不会离婚 所以她也不会再有非分之想 等遇到合适的男人 她会离开的 秦颖川怒气未消 恨恨地说 这样最好 我跟你说 圆圈已经怀了二胎 我和她是绝对不会离婚的 你最好不要再事都拆散我们 否则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秦颖川说完就摔满而去 她打算过段时间再联系吴月 晾一晾她 让她知道不遵守规则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几天后 秦颖川正在跟手下的员工布置任务 突然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 说圆圈出了车祸 让她赶紧过去 一听车祸两个字 秦颖川就在刹那间慌了手脚 她的脑海里浮现出电视上常见的一幕 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从手术室里出来 一脸遗憾地跟家属说 我们已经尽力了 来不及多想 秦颖川就开车往医院赶去 庆幸的是 圆圈只是有几处擦伤 可她肚子里的孩子却没能保住 圆圈醒来看到秦颖川 得知孩子没了 忍不住哭了起来 她那么伤心 秦颖川觉得自己也揪心地疼 据圆圈回忆 车祸完全是有人预谋的 她每天吃过午饭都会去附近的小公园散步 那个时候人少比较亲近 这一天她和往常一样去散步 从公园出来的时候 不知哪里窜出来一辆车 突然就冲了过来 圆圈躲闪不及被撞到了地上 那辆车当时就跑了 收牌还用布蒙上了 所以这肯定不是意外 偏偏那段路没有监控 当时也没什么行人 圆圈还是自己忍痛打了120 圆圈说着又哭起来 说她从来没有得罪谁 为什么会有人这么恨她呢 她又哭肚子里的孩子 还没来到这个世界 就被人残忍地夺去了生命 圆圈的话让秦颖川满腔怒火 她知道一定是无怨 圆圈打了她 她不甘心 圆圈怀了二胎 她尚未无望 于是起了杀心 秦颖川安慰了圆圈很久 她才终于平静下来 她去买了饭老胃给她吃 嘱咐她好好休息 然后她借口公司的事 还没处理完 离开了医院 秦颖川没有先去公司 而是先去找了吴越 一进门 她就给了她一巴掌 吴越很生气 说 你神经病呀 这么多天不找我 一来不问青红皂白就开打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秦颖川也很生气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自己知道 想不到你居然如此狠心 连一个没出生的孩子 都容不得 以后我再也不要看见你 说完秦颖川就要走 我原来住了她 说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让她解释清楚 秦颖川却一句话也不想说 她睁开吴越 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此以后 她再也不会跟她 有半点联系 事到如今 秦颖川后悔吗 当然 从头到尾 她跟吴越 不过就是玩玩 她想要过一辈子的人 只有圆圈 她不年轻了 好不容易怀上孩子 却因为她的原因 没能保住 这让她一辈子 都无法原谅自己 秦颖川不知道的是 有些事情 圆圈永远都不会告诉她 车祸是有人 故意为之没错 但那个人并不是吴越 而是圆圈自己 秦颖川有外遇 圆圈早就知道 但她对她还不错 也很顾佳 所以她打算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没想到小三那么嚣张 还敢打电话 叫她让位 于是她跑过去 打了她一顿 圆圈以为这么一闹 秦颖川应该收敛 再加上她还怀了孕 她怎么也该 管住自己的下半身 她不想让自己 在她面前 像个泼妇一样 所以她表现得 十分平静 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 可是圆圈没想到 秦颖川居然狗改不了吃屎 依然没和外面的女人 断了联系 她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但有些细节 根本瞒不了圆圈 这样的男人 圆圈可不想给她生二胎 可孩子那么无辜 她舍不得贸然打掉 直到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医生查出孩子居然胎停了 圆圈才有了后面的主意 她故意告诉秦颖川 吴月曾经给她打过电话 她知道 以秦预川的性格 肯定会去质问吴月 这样 他们之间的矛盾 就会加深 然后她找人来撞了自己 撞得不重 为了保证她会流产 她算着时间 提前吃了堕胎药 怕医生不小心说落嘴 清空手术前 她特意叮嘱 说她吃药是有苦衷的 请医生替她保密 就说流产是车祸引起的 圆圈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 秦颖川大概也再也不会有什么花花肠子 一旦她有什么歪心思 她就会想起他们没出生的孩子 她还打算养好身体 就开一间花店 用自己的事情做 可以自己赚钱 至于要不要跟秦颖川过下去 就看她的表现吧 谁能不犯错呢 如果能从错误中汲取教训 改过自新 那么还是可以原谅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